华语剧片《梅兰芳芹》 紧张在这个星期要上映了 那么导演陈凯歌和男主角黎明 都到台湾来做宣传 昨天晚上举办电影首映会 不少粉丝把这个会场挤得满满满 现场我还请到了 凯沃名模粉末登场来表演近距 把气氛炒热到最高点 一人黎明一出现 立刻一几粉丝疯狂尖叫 好一阵子没来到台湾 黎明说实在很想念大家 今天要来这里见面 很大声 导演陈凯歌为了刻画 梅兰芳不平凡的一生 还早来风度翩翩的黎明 饰演男主角 从未接触京剧的黎明 为了这出戏还先认真学戏 这次也突破黎明以往的戏剧风格 引起很多话题 这出戏在描述京剧大师梅兰芳的一生 集结了包括黎明张子怡 陈红等实力派演员 吸手演出 不但有梅兰芳和妻子 以及红粉之几间的情爱纠葛 更被影评评价为继霸王别姬之后 又一出震撼影谈的作品 首映会上不少的台湾艺人也到场支持 带来难得的京剧表演 更将现场的气氛炒热到了最高点 记者黄一正 吴佩琪台北报道